要怎样度过才不会让你觉得可惜呢 我来说你觉得可惜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什么呢 夏天的事吗 那要不要去抓住夏天的尾巴 你看这个 是啊 预阵气候炎热 直到现在夏天都还没结束 哎 我记得不久之后你就能休假了吧 那段时间我应该也有空 我们可以过去度假 虽然现在不是最适合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但也不算太晚 而且 那里的奇景也值得一看 正因为这个 玉镇才能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发展成完善的大型度假村 你看宣传图 这是玉湖 就在玉镇旁边 因为玉镇独特的气候 每年夏季都有一定概率在黄昏时分下太阳雨 当雨水在金灿灿的湖面上积起水花时 整个湖面就像在燃烧一样 因此得名为碧水流金 嗯 你有兴趣吗 这不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吗 瞧 可以体验的项目还不少呢 附近有个小集市 我们可以先去那边逛逛 从集市顺路就能抵达玉湖 哎 要不要去湖畔野餐 啊 还能垂钓和游湖呢 当然 而且游湖是我们的特色项目 玉湖中央有一片荷花 两位可以乘坐竹筏 近距离欣赏荷花 嗯 可以选择自己画竹筏 如果没有相关经验的话 也可以请竹筏师傅帮忙 我们在荷花池周边配备了救生船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对了 如果在黄昏时分游湖 有机会看到碧水流金吗 啊 这个啊 我们也说不好 前两天才出现了碧水流金 两位刚好错过了 先别失望嘛 说不定我们运气好 马上就能遇到呢 再说还有别的项目可以先体验 你想去哪看看 小萱 你在做什么 我想去抓鱼 你一个人去吗 有些危险啊 要是出什么事我们怎么跟你爸爸妈妈交代啊 而且度假村有规定小朋友是不可以下水的 可是我 这是怎么了 这孩子的父母都是在附近开展生态调查的研究人员 工作嘛 不太方便带孩子 小朋友平时就自己在镇子上玩 大家都认识他 没事的时候也会帮忙照顾一下 小萱 你为什么想抓鱼呢 因为 因为我也想像爸爸妈妈一样观察小动物 玉湖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小鱼 叫 叫 是翡翠鱼鱼 它是我们玉湖里一种特殊的观赏鱼 湖边也有专门向游客开放的翡翠鱼锤钓区 只是小萱 如果只是观察的话 倒也不用去玉湖 近距离看到鱼就可以了吧 嗯 那正好 我和这位姐姐要去玉湖 我们可以顺路帮你带条翡翠鱼回来 好不好 真的可以吗 但你要答应我们哦 就待在镇子上 不去做危险的事 好 可以的 锤吊区旁边有一片浅滩 专攻游客玩水 度假别墅内也配备了相应的工具 两位自行选择就好 嗯 我们知道了 来抓鱼吧 来抓鱼吧 别愣着了快来吧 不难 翡翠鲑鱼喜欢在中上层活动 然后 嘿 瞧 我抓住了 这算什么 要是我拿出真正的实力 这个水桶都装不下 我再抓两条 我再抓两条 给小萱多带些样本回去 哦 累了吗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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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 我没事 刚才踩空了 什么呀 你明明已经笑过了 而且 刚才其实是某个人的网都拦了我一下 才导致我踩空的吧 可别想忽你侦探了 一顿晚餐不够吧 还得再 再补偿我一个拥抱 好吧 嗯 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了 待会儿要不要顺路逛逛集市 这位女士真有眼光 我家的布衣编织可是预阵第一 不论是实用的日常用品还是装饰用的纪念品都应有尽有 喜欢吗 要不要挑一个刘泽纪念 这样吗 那要不然 要不然就自己做一个吧 我可以教你们一些简单的编制方法 自己制作也会更有纪念意义 想好要做什么了吗 要说最相关的就是避水流金了 不过难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但要是精心设计一下 说不定也行 这个没问题 不着急 距离黄昏时的游户计划还早着呢 等编织结束 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吗 毕竟是过来重温夏天的 要不要做一些专属夏天的事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从小在城市长大 所以来田野度过夏天才会有些迷茫 干脆成这个机会一起探索一下 还真是和桃掉的那条一样啊 好吧 我收下了 等等 是啊 趁着你编小鱼的时候做的 你送了我一条小鱼 我也该送你点什么吧 可以了 走吧 嗯 好 什么 哎哎哎 你怎么突然袭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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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姐好 那个 我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不是的 我是来谢谢哥哥姐姐的 还有就是 我想知道一些抓鱼的细节 没问题啊 不过 小轩愿意和哥哥姐姐讲讲原因吗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更明白小轩想了解什么 爸爸妈妈答应我 等他们工作结束了 就带我在玉镇好好玩一玩 所以 我就想先做一份攻略 就能和爸爸妈妈玩得更开心了 那 哥哥姐姐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 我们正好有时间 别担心 就算今天不行 后面几天我们也还有时间呢 既然现在已经没办法出门了 不如做点别的事 打发时间吧 小轩 小轩觉得呢 没错没错 姐姐 我们来拼积木吧 小轩 我是说想办法让姐姐开心一点 你这完全是找了个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吧 什么呀 玩积木就是很开心啊 姐姐 你说是不是 好吧 都听你的 是 我武将是 为什么 你 mint 带מנ 第一 绝对不冲动行事 第二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第三 绝对表现得潇洒漂亮 侦探队长 从天而降 这是最近热门的动画片 侦探队长里的经典台词 下眼哥哥削得特别像 陪小朋友玩就应该这样 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 终于回国神来了呀 和哥哥姐姐玩得太开心 差点忘了时间 爸爸妈妈快回家了 我也得回去了 外面还下雨呢 我送你回去吧 小眼哥哥 你刚才模仿得很真相 和侦探队长一模一样 小眼哥哥 你刚才模仿得很真相 是吗 嗯 不过 我还以为哥哥是很沉稳的人呢 可是刚才 就连我也觉得哥哥表演得有些夸张 哥哥就不担心姐姐觉得你幼稚吗 幼稚啊 如果能让喜欢的人开心 偶尔幼稚一点也没关系的 而且 我做过幼稚的事也不少呢 大人的弯弯绕绕可真多啊 我弄不明白 等你长大了 或许就明白了 那我先送小萱回去 小萱 啊 在想什么 啊,你都听到了呀 那个呀,其实也没什么 哎,其实都是你知道的事 只不过不是现在发生的 而是青春期,所以 哎,你,你想起什么了 是我偷偷拒绝掉其他人 递给你的情书 还是我趁你睡着 偷拍我们的合照 怎么不说话 难道都不是 哎,算了算了 还是别说了 突然提起这些事 我有种黑历史被掀开的感觉 因为当初的我不够坦率 也不够大胆 才会用幼稚的行为 掩饰自己的心意 现在想起来 总是有些不好意思 说到幼稚 我还真有一件一直以来都想对你做的事 是啊 您以为是什么 哎,因为以前你是短头发 我没机会吗 很简单吧 有些时候 我也只是想对你做一些小小的恶作剧 你会露出惊讶的表情 说不定还会有一点恼怒地叫我的名字 大概是因为爱一个人的时候 连他生气也会觉得可爱吧 是不是有些孩子气了 比如呢 比如呢 现在吗 现在吗 这鱼也停得太不是时候了 这么想做煮法 哦,没有 我只是觉得单纯做煮法 好像也没有这么吸引人 如果是想看到避水流金 等会儿栽下太阳雨的概率 应该不大 你怎么说的 就像是学生时代的暑期作业一样 期限 所以 不论是玉镇的旅行 还是夏日本身 都如同一样 都如同雪糕一样 不及时体验就会过期 你是这样想的吗 哦,难怪你想要抓住夏天啊 要怎样度过 要怎样度过 才不会让你觉得可惜呢 我明白了 你跟我来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撒水装置 我找店家借的 我们不是还没看到 避水流金吗 那就想办法让它出现吧 没错 夕阳肯定没问题了 用这个的话 应该能小范围模拟下雨 把洒水装置和水管连接到一起 就可以直接从玉壶抽水洒出来 但还需要调整一下 确保雨势够大 如果你会因为错过而可惜 我当然要让我们的旅程圆满啊 不过 我倒是觉得 没把所有事都体验一遍也没关系 生活不是必达卷 哪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啊 而且 总有些事物是没有期限的吧 我反而觉得 这更像游戏的分支选项 嗯,是啊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不是经常会碰见一些无伤大雅的选择题吗 我一开始会纠结哪个选项更好 但独当重来后就会发现 选择A或者B 都不会对游戏结局产生任何影响 很多时候 这些选项的作用只是增加乐趣 所以 就算没有选择雪糕 也还有冰镇汽水啊 两者带来的快乐 真的会有很大差别吗 我不是想要说服你 我只是怕你太纠结 反而心情不好 不过这两件事也不冲突 要不等我们做完竹筏 就去吃冰淇淋 做好了 时间也刚好合适 我们过去吧 到了 准备好了吗 要开始下雨咯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像那首词 幸尽晚回舟 误入宝花深处 怎么了 那这次重温夏日之旅 你觉得过瘾了吗 想象的 听上去好像有些抽象 你终于发现自己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了呀 说不定连碰里有答案 我认真的哦 我听说过一个关于连碰的故事 在某些传说里 每颗莲子内都存在一个世界 因此莲花里存在无数个世界 无数个相似 但不交织的世界 构成了无数个可能 没错 我想 莲子世界的我们 应该各有各的圆满 有的吃够了雪糕 有的顺利完成了旅程 也有的 找到了抽象问题的答案 说不定还会有一个夏宴 也如愿扯掉了你的头绳 总会有几个世界里 我们选择了别的选项 没有错过任何一件事 是吗 偶尔也允许我脚踝一下吧 你看 厉害吧 那边景色更好 我们滑过去看看 什么 我们下期待 我知道的 比如这根迟到的头绳 比如我不论何时 都会因为你而产生的悸动 还有 在我们手中握住的 五金的夏天 下午好啊 幸好出门前你让我换了短袖 这两天突然升温 外面可闷了 你这是刚吃完零食吗 嘴角沾上薯片蟹了 嗯 现在擦干净了 我在甜品店呢 路过的时候看见店里的新品 忍不住就进来了 是芒果莲子路 看到莲子 我就想起上次去郁镇 没能摘到莲蓬的事 原本想回未明时候 再和你一起体验的 结果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现在想想有些可惜 要不然 吃一份芒果莲子路补尝一下 嘴馋了吧 那你留点肚子 等我回家 至于没能完成的摘莲碰啊 就交给明年夏天吧 接下来 当然是好好计划度过秋天了 我实在有太多事想和你一起做了 比如 去枫林野餐 我们坐在枫树下 一边吹枫 一边看枫叶飘落 或者去那条 两边种了银杏树的步行道 踩在银杏叶上 应该会觉得软软的 对了 还有一定不能错过的观星 我们去天文馆吧 一起在山顶 等夜幕降临 那些只能通过天文望远镜 才能看到的星系 一定能带给我们不少惊喜 等天亮了 我们就回家 好好活在被围里补一觉 啊 不知不觉就说了这么多 好像提起想要和你一起完成的事 我就停不下来 啊 甜品打包好了 我这就回家 待会儿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